鹿野香永安社区 民国五十年代,政府在鹿野推动红茶事业。 永安开始转型成为茶区,许多风铃园变成茶园。 茶农引进各类高经济价值的茶种在鹿野栽种。 后来,时任台湾省主席的李登辉前总统, 将鹿野的茶叶命名为葫芦茶。 从此,鹿野永安的茶就以葫芦茶行销, 逐渐发展成为东台湾最大的茶香。 不亲自走一趟鹿野高台, 很难想象这里的景致可以美到什么程度。 站在居高临下的高台上,前方视野辽阔, 远处是青山脆谷,下方有整齐罗裂的农田景致, 加上四周白云缭绕,清风徐来, 会有一种灯高台而小天下的痛快感受。 而这片宽阔的大草人, 也因为它一览无疑地开阔美景, 而令人流连再三,舍不得离去。 近年来,飞行赛运动在鹿野高台发展, 旺盛的上升气流, 让永安高台成为国内飞行赛好手心目中理想的飞行赛基地。 因此,飞行赛逐渐发展成为鹿野乡的重要观光休闲运动。 在政府的协助之下, 鹿野高台已经设置了专业的飞行赛体验中心及起飞场。 在飞行赛的加入之后, 永安的发展也随之起飞。 永安社区还拥有一处清澈丰沛的自然涌泉, 御龙泉。 丛林间地底涌出的御龙泉, 全职清净甘甜, 是永安另一项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顺着御龙泉生态步道, 沿着峡谷漫步, 体验热带森林的奥妙, 将会是一趟充满知性的生态之旅。 近年来, 永安社区已发展出更多元及多样性的风格与风貌。 就连永安农特产品展售中心的外形, 也是带有欧洲风格的小木屋。 在公路旁相当醒目, 是永安社区居民聚会及接待来宾的好地方。 雷茶是永安社区深受欢迎的DIY活动。 雷茶的制作过程虽然简单、方便, 但是材料准备起来却一点也不满乎。 都是用自己种植或当地特产的有机食材。 雷就是磨碎的意思, 先把茶叶、芝麻和花生一起雷成细粉, 直到略微出油,呈现丝绸的状态, 再倒入特制的绿茶粉一起雷匀。 最后冲入蜜香红茶, 一杯永安特调的雷茶就打工告成。 到永安社区, 也别忘了带些路野最知名的葫芦茶, 永安社区特产的农特产品当伴首例。 汇变中的永安社区, 有着最亲切的待客之礼。 造访台湾后花园时, 一定要来探访一下这个室外桃园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